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老师 今天想利用这点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教育学中的非常重要的理论 叫Bloom's Taxonomy 那么Taxonomy这个单词在英文中的意思呢,它表示分类法 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那么Bloom他是一个教育学家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简介 他的全名叫Benjamin Bloom 他是一个美国人教育学家 并且呢,是一个psychologist 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那么他在1956年的时候呢 完整地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做Taxonomy 分类法的教学方式 或者有些人会称他为Hierarchy 也就是这种分层级的教学方法 of comprehension skills which has since been revised by a former student of Bloom 后来呢,经过他的一些学生的一些改变 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好,我就不多介绍一些背景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那我们现在主要来讲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这个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在教学教育当中呢 又是怎么样去被使用的 好,what is Bloom's Taxonomy?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片啊 这幅图片呢,左手边 original,也就是说Bloom 一开始提出来这个教学方案的 就是这个理论技巧的时候呢 他先提出来是一种方式 首先要理解的是knowledge and then comprehension and then application and then analysis synthesis and in the end evidence 好,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去讲的 就是通过问问题的这种难度 就是从一个简单到难的这么一个区分 但后来呢,为我们所 这个教育界所熟知的 是右手边这个revised version 经过修改的一个版本呢 它是首先要讲 remember,去记忆 然后understand,理解,apply 去实行运用 analyze,分析 evaluate,评估 最后的这种创造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更常见的一个 教育中 教育学中就常见的一个版本 好,那么可能我这么去讲呢 非常的抽象 我们觉得这有什么用啊 我确实知道是从简单到难 从理解的这个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 但是呢,具体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整个什么实例呢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实例 假如说我就来举一个柠檬的例子 好,当我们去认知 一开始去认知这个柠檬的时候 以及到后来我们去 想要去利用这个bloom's taxonomy 去理解我们对柠檬的这个认知 我们怎么做呢 Can you use the bloom's taxonomy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something about the lemon 我来举个例子 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好,首先呢 就以这个柠檬为例 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解的这个体系呢 列在这儿 首先分为六个step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这幅图里看到的 从remember的create 这六个steps 好,那么从最低层次啊 最基础的这个step remember remember facts 好,那么我们看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水果 这个柠檬 我们就知道它的名字 lemon 知道它的形状啊 是什么样子的 color是黄色的 size呢 是大概像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球这么一个大小的啊 然后呢 flavor啊 是酸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大概的一个基础认知 我们要记住这些facts 就是可能有一些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见到真正的柠檬 这些facts只是一个一个概念 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的话 understand 我们真正的理解 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这个facts 它代表着什么 就是decode the facts 比如what color is it when it's ripe 这其实就是针对于我们知道这个facts 它是个黄色的 yellow 这么一个柠檬 我们会有更深的想法 我们说 好,我理解了 这个柠檬如果是黄色 证明它是 而且是那种金灿灿的黄色 证明它是ripe 它是熟的 那么 what environment do lemons like 那比如说还有就是 在什么情况下是适合柠檬生长的 或者适合柠檬的保存的 比如柠檬喜欢阳光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put it under the sunshine 那么还可以去理解什么呢 基于基本的facts 我们还可以说 这个柠檬它既然是酸的 那么酸的的话 它里头含有什么东西才使得酸呢 我们就知道是vitamin C vitamin C使得这个柠檬变得比较酸 那么这个vitamin C它又是什么 它会不会对人有好处呢 我们可能就会去考虑以及解答这些问题 这就已经是一个理解的层次 comprehension或者是understanding的一个层次了 第二个层次 好,再往下走一个层次的话呢 就说apply 好,什么apply呢 其实就是应用 怎么把我们已经知道这些facts 和我们理解的这种facts的这种解析呢 我们去把它应用到一个生活中 比如说 the abundant vitamin C it contents can be used as something 比如说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柠檬 维他命C里面 就是这个柠檬里面富含维他命C 维他命C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它可以做这个柠檬水 柠檬蜂蜜水 是对于生病的 比如说感冒啊 喉咙发炎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也可以增强抵抗力 对不对 那么这其实就是它的生活中的一个应用 我们知道了这个知识 好怎么去应用它 我们知道维他命C对身体抵抗力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柠檬这一点用来做这个药引子 治疗别人的疾病 那么在第四步更深一层 好了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了 我们还可以analyze 怎么去analyze分析它呢 就是说好 我们不光是知道这个柠檬里面富含什么 我把柠檬的每一个部位 我都把它抽丝剥茧的把它分析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说 它的这个表皮和它的这个肉 分别是不是都是可以吃的呢 the edible 是不是可以吃 any difference in flavor of each part 就是每一个部分是不是有不同的 是不是这个皮它感觉很bitter 非常的苦涩 它这个肉呢虽然很酸 但是其实是可以吃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 一层层的把它分离出来好 这个部分可以吃 表皮有可能是含有农药 或者是含有一些比较脏的细菌 我们最好是不要吃 或者说我们这个表皮呢 可以用来泡水啊之类的 我们把它的抽丝剥茧 理解它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呢就升级到了第五步 step five evaluate 那evaluate这个步骤呢 一般在bluest taxonomy里面呢 它就是去分析 好我这个东西 既然我知道它的用途了 我知道 我知道它的每一个部分的组成了 那么它的这个好处 我要是想要确定 我要使用它的话 那我是否要跟它 就是其他一些相似的东西进行对比 比如说我们说补充维他命C 还有什么可以补充呢 像橙子 orange 是不是也可以补充 那么其他的那个health supplements 比如说一些就是这个VC的这种 补充片啊 就是泡筒片啊 这些东西 是否能带甜limon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就不吃或不泡水啊 用limon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evaluate的过程当中要做的 比如说考虑到它的affordability 贵不贵啊 肯定supplements是更贵一些的 它是提取物嘛 那么单纯的这个水果 可能会便宜一点 好 那么假如说limon在这里 就胜过了supplements 那么它taste supplements的话 肯定更好 更好使用一些 毕竟是经过加工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酸味了啊 可能taste supplements好一点 packaging啊 那么在这个 运输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我们买supplements 它会有那种包装 是那种塑料的 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 那么我们到底 最终选什么 我们最终要做成 做一个评估 如果说这个好处大于坏处 我们就会选limonade 如果这个坏处大于好处 我们就会选supplements 或者orange 所以说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一个评估 可以列一个表格 打打钩 这样子 就是一个评估的过程 那么最后一点呢 在这个taxonomy里面呢 就是create 也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觉得创造 其实可能是人的天性 但其实在教育当中呢 它是一个最高层次的一个东西 要创造东西呢 它已经是基于很深的理解 和分析 还有各种research 我们才能去做的一个步骤 我们才能去做的一个步骤 Can we make our own lemonade 好 我知道这个lemon是这个味道 那我们能不能去把它改善一下 就是把这个味道改变一下 但是我们要营养成分 能够不缺失 make our own lemonade 这个做一个柠檬汁 use the best parts of lemon 比如说这个皮太苦了 我不把它榨汁 把皮剥下来 然后去把它 其他部分榨汁 然后加上一些添加剂 然后使它味道更好一点 加一点糖什么 然后come up with good slogan 如果我制造出来 自己的这么一个lemonade 我怎么样去宣传它 我可以基于我对 它的这个特点的理解 比如说它是非常healthy natural and tasty之类的 我就可以去基于我对它理解 然后进行这个 去把它这个marketing一下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东西的好处 想要去来买 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 这么一个体系 我从认知 单纯的认知 到一个最终 能够创造的过程 那么 我相信通过 用这个柠檬的为例呢 我们应该就能 更加的清楚的理解了 这六个步骤 到底是什么 好 那么既然我们是学教育的 我们是怎么样把它应用到 这个教训过程当中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这里有一个列表 这个 从这个remember understand 然后后来apply analyze create evaluate 这么一个圆圈 然后其实我们在 如果说 学校让我们去设计一个 这种lesson planning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然后在里面找这个动词 比如什么情况下的activity 课堂中的学习的activity 是remember who understand阶段 比如说给你一个match 这个水果 比如和它的特性 某些特性进行一个match listen 或者我们听一些材料 然后呢 就是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以后 我们这个apply 你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sketch 把它这些特性列出来 想一想 它是怎么样能够我们去把它进行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diagram啊puzzle啊 这些方式去把它进行应用出来 然后再往后analyze analyze去考虑一下好这些特性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我们用classify categorize separate compare 之类这种词 去写这个部分的这个planning 然后再往后呢 这个evaluate evaluate呢我们就要judge 或者discuss 或者是debate 我们和别人去讨论一下 哦这个好处坏处在哪里 去评估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去我们去运用 是不是个好方案 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 有用处的这个知识 然后再往后 create 基于这个所有的这些了解知识 我们去把它invent 一个什么东西 或invent一个什么新的用途 这些就叫create的阶段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做assignment 或者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要用到这个blooms taxonomy呢 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图片 然后呢 从里面选取一些动词 把这个activity设计出来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categorize 好 那么现在讲了这么多啊 Can you design a short lesson plan with this learning theory 我们这个小讲堂的 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你去把我们这个理论 要应用到实际当中 你在lesson planning的时候 能不能设计几个步骤 比如这节课 我们主要就是focus在这个remember understand 或者甚至就是这个apply 然后再往后呢 我们就analyze 然后再evaluate 我们去把它设计成几个不同的小节 然后一层层的层的递进 就比如说像这种 了解一件事情 一个小的知识点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blooms taxonomy 把它就是运用起来 这是我们这节课 主要想让大家达成的一个outcome 好了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也都可以及时的提出来 我们及时的讨论 好了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